清洗干净 清洗干净晾干了以后 再次把辣椒放在里面腌一下 以及熬的花椒粒 用辣椒 用芭蕉花椒 香叶 桂皮 放盐 熬至盐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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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熬至盐 辣椒 自制 辣椒水 这个水里面不能有油 一定要注意 油油的话容易坏 再把它熬开 熬开了以后再晾凉 晾凉了以后再开始盐 好 把这个盐水烧开 烧开了以后 把这个各种大料的 八角花椒香叶桂皮的料呢 熬一会儿熬出香味的 那颜色现在变 这是我们在山东老家的做法 山东特色就是啊 好 好 把盐水 晾凉了以后 开始把它的辣椒 都放进去 辣椒洗干净又晾干 晾干了以后 没有搅 人家带着的时候 霸 在这个霸 在这个霸 在带着上放进去就可以了 这个辣椒一定要晾干水分 不然的话到时候它容易长毛 好 好 直接全部放在 晾一样的盐 是我们山东老家的 家乡做法 也可以把这辣椒 离到口 让它腌得快 可以做到 我这样不缺了 直接整个的把它腌 因为你要把它拉开的话 它这个汤里面很辣 它这个辣味的都跑出来 我为了让这个辣味的都在这个辣椒里面 都在这个辣椒里面 这样子整个的把它 泡在里面 到的时候一定要用这个 没有水的 没有水没有油的筷子 可以 拿筷子 搅动一下 翻一下 两个里面就可以吃了 嗯 如果要切一下呢 切一下呢 就可以了 一个里面就可以了 我这样不切开了 到时候让它涨盐了 也可以炒菜的时候用 炒菜的时候切好了 挡咸菜 还有一种方法 是用酱油 用酱油放油 我在用的是呢 就是添盐水 用盐水 把这个 花椒花椒香蕉的料 盐的 就吃这个 这个辣椒的清香味 也没有放油 也没有放酱油 就用盐盐了 跟这个 山东农村的 家庭式的盐盐 我蒙上薄片蒙的可以了 好 那就放完以后 这盐上的白酒 二锅图 喝点二锅图 就盐上了啊 半瓶二锅图 这酒盐上呢 盐上是 防止它起这个白毛 好 香 二锅图的香味啊 好 好 说不了 它们还没放好 这口碎盐有点小了 大了 纯 盐水 好了 然后再盐上盖子 好了 过来再翻 好 好 好